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前的公园二路 有一个超过90度的大转弯 车子得绕过落在中央分隔岛上的轻轨桥墩之后 还要赶快回正 但右前轮可能已经超过慢车道 汽车组得小心 中间的分隔白线的话 它是超过90度的 这条我相信是游览车常走的地方 这样超过一个90度 它路幅又不是很大的话 大车在转弯的话 其实有可能会造成一些险象还生的状况 这个路口本来没有红绿灯 在市议员蔡经验建议之下才特别加设的 让经过的车辆能够先停下来 再起步转弯 避免车速过快造成危险 另外小型车辆也建议要等大车转弯之后 再开始行驶 保持好安全距离 不过还是要先提醒大家 目前红绿灯还没有正式启用 经过时要特别注意 像以前我们开这里 可能大概40公里 直行就过去了 那现在势必要停下来 那一方面习惯的改变 二方面这个耗置路口的改变的话 这个交通局这边也会做一些 新的这个速线的规范 那也会做一些警示标示这样 公园二路和五福四路平行 也是进出博尔特区的替代道路 车流量还不算小 行经这样的大转弯时 大型车最好要减速慢行 旁边的车辆也最好不要并行 以侧安全 记者李正到来一场帮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